这家卢PD的这一日三餐呢 还有这蒲炯植 最近他在韩国人气 到达一个新的巅峰了 因为他跟蒲宝英一起合演的 大力女子都凤顺 这部戏呢 创下了有线电视 JTBC的最高收视剧 那蒲宝英呢 睽未两年的小荧幕之作 为他带来了更多代言的机会 蒲炯植也一样 变成一个新男神了 而最近他离开了原经纪公司 新约签给了宋慧桥刘亚人的公司 变成了他们的尸弟 神秘力量消失的蒲宝英 被坏人绑架还装上定时炸弹 男主角蒲炯植在门外 撞门撞到手都流血了 依旧不肯离去 让剧迷看得好揪心 韩剧《大力女子》 都奉顺剧情从夸张搞笑 一路进街道有打斗的惊心场面 清洁净凑凑 这个礼拜即将迎来大结局 这部戏更成为电视台开台以来 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 男主角蒲炯植人气水涨船高 不只接下广告 蒲炯植的眼睛还被称作 是会流出蜂蜜的放电眼 其实他可是偶像团体出道 强而有力的舞蹈动作 配上坚强的歌唱实力 蒲炯植在韩团帝国之子中 表现亮眼 但透过多部戏剧的累积 让他一路从配角演到男一 曾经在李敏昊金宇斌 两大男神演出的继承者们 饰演配角 2016年的古装剧花廊 也有他的身影 更为戏献唱原声带 现在透过韩剧 大力女子都奉顺让他备受青睐 帝国之子的约满之后 决定正式加盟刘雅仁和宋慧桥 所属的经纪公司 成为两个人的师弟 接下来会以演戏为重心 未来还会挑战什么角色 令人好奇 TVB的新闻中 有林主慧综合报导